所以我們都說在日本飛行就是演戲 只要左轉飛機交際轉彎 飛行員一定要喊 Check Left 然後另外一個飛行員要講 Clear Left 媽呀 你是怎麼樣 你是第一天到美國學飛行的學生嗎 我現在飛在200人的客機 飛機要轉彎 我要 Check Check Left 在日本考民航基執照 飛機一起飛轉彎 你如果敢不說 Check Left 你就淘汰了 Hello 大家好 大佬今天開始之前先聲明一下 哈日足千萬不要進來 我是2011年去日本 2015年離開日本 將近四年多的時間 當初怎麼會淪落 流落到日本去呢 那時候我還在深圳航空飛 因為我們都有看到Aviation航空的新聞 日本天馬航空Skymark 準備買Airbus 380 現在要廣招 737的機師 讓你以後轉進到380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想飛380 然後就去考試了 不小心就考上了 我還沒有去日本之前 對日本的飛行圈 飛行文化完全一無所知 我大佬到日本報到上課的第一天 第一天坐在那邊 搬上5個同學加我5個人 那個副總就進來 我跟你們講 一年之後 你們幫會有一半的人被幹掉 哦 那你們被幹掉呢 也不要太難過 不代表是你們不好 是因為我們公司要維持一個fail rate 我們必須要對民航局有交代 反正你飛得再棒也好啦 公司救星要9人要被淘汰 你就是會有這麼衰的人被淘汰 日本的文化就這樣子 我到日本的時候呢 我們班是C9 Class 第9班嘛 那我們前一班呢 10個人 還訓練到一半而已 就只剩6個人 最後呢 就3個人過 全班10個人 3個人過 我們班呢 5個人 2個人過 所以我都勸大家哦 所有的飛行員 你除非沒有工作 不然你千萬不要去日本找飛行員的工作 為什麼呢 你現在工作好好的 飛得好好的 你為什麼沒事要跑去日本呢 對不對 因為你去日本就至少一年沒飛 一年不能飛 因為都在訓練嘛 那你訓了之後呢 一年要是又沒訓過 靠腰 飛全交一年沒飛 你就別的地方也不要想找工作 我第一次到日本的時候 被日本人嚇到 你知道嗎 我們進公司哦 上課是早上10點到晚上6點15分 那我們第一次 剛去第一天上課 怎麼去公司都不知道 搭那個地鐵亂搭搭錯了 遲到 刷卡進不了公司 辦公室進不去 後來我們才知道 你只要超過上班時間 你刷門卡就進不了公司 你一定要打電話進去給主管 就來開門 然後他就知道 你遲到 然後那個打卡機上面還有那個監視器 他就看你有沒有人幫忙打卡 日本飛行 日本飛行很糟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日本真的是很糟糕的地方 你所有去的機長 日本民航法規就規定 你沒有當過副駕駛 你怎麼能當機長呢 所以他反正規定 你一定要在那邊做兩個月副駕駛 申請是申請機長 訓練是訓練機長 那你考試訓練完之後呢 你必須再右座當兩個月的副駕駛 當完之後再考試 你合格才能做到左邊當機長 我們至少做兩個月 我們常常有時候會雙機長一起飛 兩個機長一起飛 我們譬如綁在一起四天 前兩天 譬如說日本人當機長 你後兩天就外國人當機長 以前是怎麼樣 我們剛去的時候 如果飛四天 他就把老外排副駕駛 我們是機長 為什麼要當副駕駛 你輪流才公平 後來就改輪流公平 日本人要當機長 他管你是不是機長 你也是機長 你坐在他右邊 他就把你當副駕駛 你也把你當副駕駛罵 到時候你們飛四天兩天後 變成我當機長 你要當我副駕駛 所以那時候 我們當副駕駛的時候 我就喜歡跟老外飛 因為老外 痛比較和 對不對 跟老外飛日就會比較好過 好 但是你知道 這個東西就影響到我 我以後 我在Skymark變機長之後 你知道我就會知道 老外剛來 尤其歐美人剛來 他沒辦法適應日本的文化 你知道每個 老外老美上來 對我客客氣氣很尊敬這樣子 你這個有被日本人叫化過了 我都會跟他們講 RELAX 不要當機長 因為你也是機長 我都會跟他們講 你今天是不是逼不得已 公司訓練 你才坐在那邊右邊 我都跟他們講說 我今天能坐在你左邊當你的機長 不是我比你厲害 我一點都不厲害 只是我比你先進這個公司 我就會叫他們RELAX 今天你跟我飛三天 就是你放三天假大假的日子 然後我跟他們講 講到這個無線電 我在任何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國家 反正你有飛行員執照 你就順理成章 因為你有飛行員執照 就代表你會操作無線電 對不對 你就可以按理成章的 取得無線電 Radio License 但是我告訴你 日本不是這樣子的 除了我們的飛全執照以外 要另外拿一張無線電執照 那無線電執照 還不是民航局發的 是政府機構發的 所以我們要拿這兩張執照 那為了拿這一張無線電執照 我們要上一個禮拜的課 外面老師來上 然後還去東京大學考試 然後上這課呢 還要怎麼樣你知道嗎 還要嗎 聽摩斯密碼 全台灣沒有任何一個飛行員懂無線電 真的 因為不需要學 我跟你講 到了日本之後 顛覆每一個從歐美 日本以外國家來的飛行員 每一個飛行員笑掉大牙 例如桃園機場 機場一起飛 有一個離場程序是左轉 往南邊飛 所以只要左轉飛機交際轉彎 飛行員 一定要喊 Check left 另外一個飛行員要講 Clear left 如果你在雲裡面 你要講Check left 然後飛行員要打 In the cloud Inc Left INC 或者Left in cloud 媽呀你是怎麼樣 你是第一天到美國學飛行的學生嗎 我現在飛他媽在200人的課機 飛機要轉彎 我要Check left Check left 我跟你們講 在日本考民航機執照 考執照 飛機一起飛 轉彎 你如果敢不說Check left 你第一個科目你就fail掉了 你就淘汰了 然後做無線電 如果你只要敢不說 無線電 每一個通訊玩 譬如說Skymark220 Left Heading 180 你只要不講Roger 你就fail 所以我們都說 在日本飛行 就是演戲 你演得好 就做得好